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张婉逸第二部古装剧要来了,搭档杨子长相思即将开机 童华小说长相思的影视化进度一直很受剧迷关注 女主是去年就开始接触杨子,男主传出来不少版本 不过最终确定的是张婉逸 而这也是张婉逸的第二部古装剧 张婉逸的第一部古装剧是风起霓裳 剧中饰演曹王,这个角色相当出圈 曾经血洗必战啊 张婉逸近两年风头正进觉醒年代 和乔家的儿女让这位颜值演技都有的年轻演员爆红 吸粉无数 杨子不用多说,内娱女演员中的顶流 经典作品很多,热度极高 这次两人的合作应该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再来看看这部剧 现在的消息是导演秦珍 编剧是原著作者童华 开机是下个月,预计3.28左右 其他演员还未知,要等官宣了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吃油与西凌横的女儿小妖 表哥轩缘专须 涂山世家公子涂山景 神农义军将领湘柳之间的安怨情仇 杨子目前还有陈湘如谢青三行代播 题材都是古装剧 这部原著小说的影视话挺不容易 几年前溜了一波说热巴等出演 后来搁浅,如今重启,出品方已经换了 对于这剧的选角也有网友表示不满 对张婉逸的微词颇多,担心他撑不起来 其实张婉逸演技很好,古装造型也很帅 相信他会演好角色的 02.无名还没上映 王一博芯片被央视亲自官宣 看上映时间我想哭 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门桥 虽说已经是一部上映了25天的老片子 但是依旧能够保持着俯瞰群雄的姿态 迄今已经收割了37.8亿票房 轻松驻导演徐克成功登顶导演票房榜 将陈思成、陈凯歌等知名导演甩在了身后 而该片的预测票房也已经达到了40亿 这无疑是为柏娜影业再添移代表作品 而柏娜出品的另一叠战大片《无名》 更是集结了影帝梁朝伟和鼎刘王一博两大男主 预告片中王一博身着戏装上演黑色幽默 也是将期待直拉满 虽说《无名》这部大片还没上映 但其中男主王一博主演的另一新片 《维和防暴队》被央视发动态官宣 并为该片配以介绍 演员阵容和制作班底都相当强悍 柏娜会再创票房新高吗 热门题材配以优质班底 《维和防暴队》讲述的是我国 《维和警察防暴队》在海外任务的执行中 以深涉显用生命和信念维护世界和平 这一次的《维和防暴队》成员 将会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该片选取的《维和》题材影片都成为了大热门 像是《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的宗旨和该片都是一致的 就是阐述《维和警察》维护人民安全的艰辛 表达致敬之意 其中《战狼2》更是以56.9亿的票房成绩 位于影视榜第二 这类影片能够激起观众的爱国热忱 并且感受到当下的生活来之不易 利益特别正能量 并且影片中会有非常多惊险刺激的动作戏 可以起到抓人眼球的效果 令人在不经意间就将影片观看完毕 该片的导演李达超则是因为动作指导出色受到了广泛关注 他担任动作导演参与制作的《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以及《中国医生》三部影片票房都相当可观 想必这次指导芯片也会给大家惊喜 而《维和防暴队》在某颗核斗半上显示会在2022年上映 也算是紧跟热点情况 看到这个时间属实要把我都想激动的哭出声来了 流量演员号召力的印证 但说到底维和防暴队最吸睛的还是演员阵容 几乎全员都是热度颇高的流量演员 以至于影片在某票票上的想看人数已经突破了17万 在宣传不多的情况下 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 其中男主黄景瑜一直被说是在娱乐圈里服兵役的男人 因为他出演军人形象的次数太多 而且每次都非常出圈 在《红海行动》里黄景瑜饰演的狙击手 和队友巧妙配合 神情专注带着与众不同的严肃感 令人不禁在屏幕前屏住呼吸 下一秒精准射击 将神枪手的角色演绎的极为贴切 并且黄景瑜在王牌部队里又一次以军人形象亮相 演技方面更多地呈现了出来 还因为哭戏屡次登上热搜 另一位男主王一博的人气更不用多说 因为2019年的《陈情令大火》 后又是和85花照丽影合作了有匪 在2021年年末主演的《风起洛阳》也取得了不小的关注度 待播剧里 王一博还有一部和陈晓合作的《冰与火》 在该剧的预告里 王一博换赏一身警服格外抢眼 不过他在电影领域的经验较为薄弱 只能期待他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影片中还有钟楚希、谷嘉诚、赵华卫等青年演员 都是颜值在线 但演好警察角色就是一大挑战了 从选角上不难看出维和防暴队 更侧重于吸引年轻观众 想要靠着流量演员的知名度 敲响高票房的大门 但是在该类型影片中 像这样选角的还是相当罕见 《战狼2》几乎全屏 无精一人之力撑起全篇 打戏贯穿全篇 更是偶尔有铁汉柔情的时刻 对比之下 《维和防暴队》的选角最拿得出手的就是演员的颜值 和粉丝基础 如果说这部电影票房达到15亿 并不是特别困难 但如果想要冲刺到20亿 可能就有一定困难 不过该片是水 无疑也是对于流量演员票房号照例的一大考验 流量电影能否成为主流 可能就要看该片的成绩了 还是比较有时代意义的 总而言之《维和防暴队》这部影片从选题来说 是当下的大热门 又有水准在线的导演作证 质量方面也有保障 配合超流量阵容 大爆的机会非常高 但爆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看成品 最后期待该片能够尽快定档 别让大家等哭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